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尊现身看看这灿烂笑容精致五官 还有一双逆天长腿 摆出和彩卷看板一模一样的姿势 也引起不少经过民众围观 那时候其实是蛮兴奋的 因为从那时候做模特儿 那么久没有接过这么大的一个机会 所以还蛮幸运的 也觉得自己怎么会那么幸运 模特儿出身的艾雨莎 担任工艺彩卷人形立牌 已经有四年时间店门口都能看到她的身影 国欠日以红缎带包裹重要部分 但好身材一览无疑 这身红色彩带妆 让网友大喊想拆炸弹 有人说这到底是要牵红线还是拆炸弹 这其实蛮有梗的 蛮像的 那其实会拍这张应该是 其实摄影是她的idea 然后我想说最近可能因为 节目需要拿我在练国标 所以自己身材好像有比较fit一点 想说好啊 那不然来拍看看 那时候我只是觉得就是夏天蛮热 然后而且黑色会看起来比较dirty一点 经常上综艺节目个性活泼 拥有超多粉丝 这回在国庆日晒出辣灶 用实际行动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赛顺刘刘顺利听到不到 直到 感谢观看